觀眾朋友 這個戰場翻天覆地 轉變不一樣了 俄烏戰場打到現在 烏軍居然事隔幾十年 終於又再一次打進了俄羅斯本土 嚇死人一腳踩進普丁的紅線 今天傳出這恐怕是北約首批F16 支援烏克蘭交出的第一掌代表座 在F16空優掩護之下 上千名的兵力超過20輛的裝甲戰車 直接碾壓入境 普丁前腳踩飛出去去墨西哥 接著一回頭後院出大事了 而這恐怕只是前菜 為什麼 烏軍無人機 展現了AI作戰的極致 空中擊殺直升機 過去從來沒有過 這是全球首例 後面的300萬無人機 封群大部隊 恐怕才是普丁最大的噩夢 俊相 果然是風水輪流轉 現在換俄羅斯麻煩大了 你為什麼最近會看到 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啊 開始會嗆俄羅斯說 俄羅斯把戰爭帶進我們 烏克蘭的領土啊 那俄羅斯人應該自己去感受一下 你自己幹了些什麼 就是以牙還牙 一眼還眼 現在換烏克蘭的軍隊啊 長驅直入 你看到畫面就是他們進攻到了 俄羅斯的領土當中 連美軍 美國部隊都嚇了一跳 而普丁當然是很緊張啊 因為啊 烏軍反攻打入這個 俄羅斯的境內的庫斯科州啊 據說深入大概至少 這個已經超過了兩天 而且超過兩天之後 已經超過100公里以上 有的說1000公里 所以1000公里的推移推進 居然沒有遭到任何的抵抗跟阻擋 如入無人之境 那他們吃素的嗎 當然 這個也不能說俄羅斯部隊吃素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 烏克蘭的這個部隊 為什麼打死不退越打越多 他們出動了三個迎擊戰鬥群 我跟大家講迎擊戰鬥 就是一個贏的兵力啦 大概就是一個旅左右啦 一個旅 好 姑且不要說打到1000公里那麼誇張 這外電消息有時候傳回來 他會數字有誤 姑且就是說他幾十到100公里 好 那幾百輛的坦克 雙甲車 還有這個他的一個這個 這個單兵的防空的這個飛彈 這些火箭炮全部都進去了 烏克蘭的軍隊進入了之後呢 在俄羅斯境內你看15公里這個地方 烏軍啊 這些就是越打越精良 而且他們的這個F-16也首度參戰 協助地面部隊 我們知道你要掩護地面部隊 一定要掌握這個空優 是 F-16有很多的空對地飛彈 跟空對空飛彈 尤其是視聚外 什麼叫視聚外 就是你飛彈根本看不到 敵人的戰鬥機跟目標在哪裡 我只要鎖定 然後把目標 look起來 look on 這個鎖定了之後呢 我射了就跑 是 那距離有的是視聚外的飛彈 100多公里的射程 200多公里 那不管是克里米亞 或是掩護他前進去打 這個俄羅斯的庫斯科州 綽綽有餘 那我問你 俄軍在幹什麼 你跟他說俄軍既然不是吃素的 總有兵吧 這個 他們的俄軍沒有辦法去抵擋 烏克蘭鋼鐵紅流的步步進逼嗎 當然不是啊 烏克蘭有它的鋼鐵紅流 有它的裝甲部隊 有它的坦克 和裝甲車 俄羅斯嗎 那俄羅斯當然也有啊 俄羅斯第一梯隊的這個金揚的部隊 就是俄羅斯國防軍嘛 排不上的是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車臣的毒夫啊 我乾脆說他是打卡王 大家就知道我在說誰了吧 卡迪羅夫 你看他在鐵軌上 很像很英勇的 以前那個我們看早期電影的這個 好像滴滴血的藍波一樣 留個大鬍子 卡迪羅夫有車臣屠夫 車臣快捷他是車臣獨裁者 聽起來很厲害很猛爆啊 但是我認為你看 這樣子很英勇威武的樣子 他就是一個抖音戰士 打卡王 為什麼這樣講 他都是網路的這個影片 去一直發推特或是X這樣子 他們不斷透過網路影片宣傳 所製造出來的網路打卡王 那實際上 他們碰到了這個烏克蘭的大軍 進入了這個俄羅斯境內之後 他們本來在庫斯科州 是這樣的一個防守部隊 結果我沒有想到 他們進來剛剛不是在鐵軌上開槍嗎 他們是搭著火車跑啊 敵人來了 我們趕快開個槍開個槍 然後趕快搭火車 建議他乾脆搭高鐵比較快好了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整個戰場已經翻轉了 烏克蘭的鋼鐵紅流 已經攻進了俄羅斯的本土 這恐怕是普丁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現在他們腳踩的這一塊土地 叫庫斯克地區 它是如何的存在 他對普丁來講太太太重要了 庫斯克地區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烏克蘭部隊 大概在這一塊 我們mark起來這一塊 那他距離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個庫斯克的這個發電廠 這個是一個核電廠 你要知道他現在距離庫斯克核電廠 大概只有22公里左右 很多人就在拆 那兩天之內會不會攻到這個 也不是沒有可能 當然戰場上的形勢瞬息萬變 因為戰場上走的不像 我們一般的這個行車速度 和這個那麼快 但是你要知道庫斯克州 這有什麼地方 這有什麼重要性呢 因為這個地方是俄羅斯研發核武 也就是原子彈 第一顆原子彈的製造的基地 就在庫斯克州 他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尤其是 不只第一顆原子彈在這裡 他這邊還有一個蘇甲這個地方 就是俄羅斯他在 提供西方還有他的各個國家 天然氣 他賣天然氣出去的時候 這是一個樞紐 你要從這個天然氣轉運站 輸送天然氣前往歐洲 那最後一個樞紐轉運站的 就在這個地方蘇甲 那大概佔俄羅斯他要出口 到歐洲的天然氣的出口值 大概一半50%以上 你說普丁會不會緊張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普丁永和自重 這個是核能的天然氣的能源的 命脈樞紐所在 被攻進去了 滔滔江水 聽說當地的民眾非常恐慌 無比的恐慌 開始大撤退 因為那邊的民眾想都沒想到 有一天竟然會有部隊打到 有軍隊和戰爭 發生在我們俄羅斯庫斯科 這個地方 是 昨天其實有提到 這樣一個恐慌的心情 但今天你看到 加油站大牌長龍 全部都是要把這個油加滿了 趕快把細軟加檔搬上車 酸啊趕快跑 因為他都沒想到 民眾受訪的時候還提到 沒有想到說 部隊會打到這個地方來 讓他們措手不及 所以你看到 加油站大牌長龍之外 每一條公路上啊 幾乎都是滿滿的車槽 像大型的這個停車場 而且這一些加檔裝上車 然後民眾 吸加代券趕快逃亡的時候呢 在路上還會碰到一些危險的狀況 破斷什麼狀況 戰火已經發生在周遭了 那個飛彈去襲擊 俄羅斯的重隊在庫斯科州 他有一間奧克加布爾斯的 布爾斯科研這個地方 對 你看到沒有 他幾乎好像被炸中了 然後旁邊就已經有交戰 而且這個是一個這個奧克加布爾斯科研的 138高速公共那附近 在那邊行駛的時候 就有碰到車輛 遭到了這個飛彈襲擊 打仗的時候 炮彈子彈是不長眼的 所以當這邊車輛經過的時候 被襲擊中 就會許多的這個車輛損失 當然會造成人命的這個傷亡 所以也難怪他們急著趕快逃命 你現在看到是鋼鐵紅流 殺進了俄羅斯的本土 這是何等的恥辱跟大事 還沒完 普丁真正的大惡夢 是後面的300萬架的烏克蘭無人機封群 沒錯 其實我們看到俄烏戰爭打了兩年半 那烏克蘭其實有以小博大 有很多是靠無人機 那這一次烏克蘭的這個無人機 他們最常用的就是FPV FPV其實就是畫面上看到了這個 你看到沒有 他其實這是一架俄羅斯的米巴 12噸重的直升機 竟然被烏克蘭的FPV 一般的無人機不到1公斤0.9公斤重 就把這一輛 價值非常高的米巴直升機 給摧毀了 小型放廢無人機 KO了真的直升機 它上面雖然不到1公斤的再重 但是它可以裝炸彈 它只要去靠近米巴直升機 然後去撞它 它自殺是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 它就讓這一家米巴的 有人駕駛的直升機直接墜 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例子 這個是真正極端 而超完美的不對稱作戰 KO掉了這個是俄羅斯的阿帕器 是 那俄羅斯的阿帕器 再怎麼樣強碰到了無人機 似乎也變成軟腳蝦 而且重點是FPV在烏克蘭 它的年產量可以100萬架到300萬架 所以有人就講烏克蘭就會算 那如果我這每一架 300萬架無人機好了 我一架 配你一個人 配你一個人 換你一個人 一對一嘛 我一架無人機換你一個 俄羅斯士兵的性命 你俄羅斯有多少條 這樣一個俄軍的士兵 可以跟大家來換呢 換算一下俄羅斯是不是就要考慮 那我就問你了 從整個開戰到現在 烏克蘭到後來的俄羅斯 兩邊的無人機一直都很有戲份 可是烏克蘭更勝一籌 它怎麼訓練的 當然烏克蘭的無人機 我們也獨家讓大家揭秘 你看到這個它訓練的基地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它要穿梭在各個 好像這個特技團 還有圈圈 還有障礙物 然後忽高忽低的 這樣的一個背形 其實你看的這個不簡單 我跟你講 戴上那個護目鏡 像AV這個 ARVR這樣的 其實一般我們都會頭暈的 可是他們這些人 不行這樣子 他們就是要看到 因為你是第一視覺 你戴上了這個護目鏡 這個ARVR之後 你會感覺你就好像在開那個無人機 它移動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你看到沒有 就好像打電動一樣 這樣的一個障礙物的超越 烏克蘭就是在這樣的一個 簡單 簡易沒有高科技的這個場所 但是他們卻可以把無人機的飛觀 訓練在操作每一架無人機的時候 都能夠這樣精準攻擊跟投擲炸彈 四個字已經講完了 這個叫做特技飛行 是的 這個就有點像什麼 訓練畫面就像是紅牛特技 我們看到瑞德布爾 叫他們特技飛行世界錦標賽 在駕駛的這些飛行特技的 這個飛機表演的時候 他們必須穿越了很多障礙物 或者是中間有柱子 然後克服地形地貌的這個障礙 這個都是非常高技巧的 那你如果把它想像 如果有人駕駛的飛機可以這樣開 無人機的話 你戴上那個 相較於像虛擬實境的 ARVR的無人機的這個護目鏡 你就這樣子操控 那無人機就有如這個 無人機版的紅牛飛行特技一樣 展現他們的高超的這個技巧 所以他們才能不斷的訓練出 用無人機裝了炸彈 去像剛剛這樣子 裝進米巴的艙門 把他的整個直升機或飛機給撞毀 普丁在俄烏的戰場節節敗退 所以他急需要另外一場戰爭 來紓解這裡的壓力 難怪他加速的武裝伊朗 可這個時候為什麼伊朗 要打不打踩煞車呢 因為你想想看 美國跟這個卡達 還有埃及的領導人 三方一直在斡旋說 以哈你們趕快談 趕快談判停火 不要再打了結束以哈戰爭 以色列不是鐵板一塊 他也說可以啊 談一些條件 看他能不能接受 那結果以色列跟哈馬斯 你們兩個失差成這樣 你們都要談和了 我伊朗 今天死在我得黑欄的是 哈馬斯你的領導人哈尼亞 又不是我這個哈米尼 我們伊朗的領導人 那你們如果客人都不想打的話 那我這個主人 我往旁邊看你們吃麵在話休 我跟著打什麼 而且到時候慘的是我經濟又會 我前兩天講的那種破敗 所以他必須考慮說 美國如果跟以色列 然後跟哈馬斯坦的話 那我就不要報復了 我幹嘛去報復以色列 所以對美國來講 今天我要逼你伊朗就範 你不要給我輕舉妄動 除了一手蘿蔔 更重要的是棒子都準備好了 是 剛才一手軟的也要有一手硬的 你剛剛講的棒子是什麼 這幾天 美軍除了在伊朗周邊的中東地區國家 他原有的這個部署 超過一萬美軍的兵力之外 還不斷的加大 除了一個中隊F-22都已經前進那邊 F-35本來在以色列 在周遭國家也都有了 然後美軍的這個林肯號航空母艦 也接替這個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前進地中海 林肯號航空母艦上面有F-18大黃蜂的這個戰鬥機 然後電戰機 空中加油機 預警機 一系列投拉股再加上一堆神盾艦 你想到了提康德羅加級 還是這個伯克級的神盾艦 都前進到那邊了 那美國已經向中東地區當地投送一個訊號 我多到可怕的軍力 我看你伊朗你敢動 我就停以色列做他的後盾來跟他打 多到可怕的軍力 他已經放話了 他說美國政府希望對任何形式的升級 我做好準備了 伊朗你最好不要動 你這樣動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那美國還有殺招嗎 那當然啦 美國為什麼會嗆聲說 這個多到可怕的兵力 就是因為美國在2017年 7年間他們推出了一個 Marvin AI技術 這個叫做馬維計畫 它的簡稱是MSS 有一個計算機視覺 這個是什麼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有些影片 或者是好萊塢的電影 我不知道觀眾們有沒有看過 以前神力女超的那個女主角 蓋爾加朵所演過的一個創牛平台 播過的電影叫攻心疊戰 像情報員特工之外 他們在出任務呢 美國這個馬維計畫就是 他會利用 他衛星 他的天眼系統 然後再加上控制他的無人機 然後呢 告訴你地面的部隊 以及周遭的無人機 你要拘擊的目標 要拘殺 要攻擊的目標在哪裡 他有多少個逃亡 我要確保你盪無虛發 對 除了無人機的操作員 你看得到螢幕 還有或者是地面部隊的這個戰士 他也會帶一些這個 熱顯像的護目鏡等等 他會知道說敵人有幾個進攻方式 70%還是80%能夠成功 然後你有幾個撤退的方式 這麼AI幫你計算好了 伊朗你要面臨美國殺招還沒出 他如果這個馬維AI 這個透用過AI的方式 大量的這樣一個去對付你的話 我看伊朗 除了剃了一彈之外 就是我不要動就好了 中東火藥庫 中博我們就來看看 這樣的一個天候條件 你打得起來嗎 今天我們帶你看到 每一個洪流肆虐的現場 從阿拉伯沙漠變成 洪水肆虐的悲慘事件 到惡控洪海 讓全球貨輪文質色變的燕門 他們也正在遭逢 史無前例的洪災 這一場中東大戰怎麼打 伊朗和以色列的戰爭一觸即發 現在中東地區 可以說是戰雲密布 可以是中東火藥庫之稱 但是你剛看我們這個畫面 現在是火藥庫 我看老天爺可能不這麼想 老天爺現在竟然讓 一向我們認為是 比較乾旱的中東地區 有機鏡頭帶到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畫面呢 是在他們的極戰省 你看那個車子 就活生生卡在兩個斷橋處 就我們講的橋斷了嘛 橋斷下去卡在那裡 就車子還有掉下去的 造成了一死多人受傷 但你說橋怎麼斷的 橋斷不是因為太熱斷喔 竟然是因為一向 我們認為缺水的阿拉伯 他現在受到暴雨的肆虐 強降雨 結果洪水就從剛剛那個橋下面 衝過去 把橋墩給沖毀了 結果橋就斷了 然後橋斷 坦白講啦 沙烏地阿拉伯很久沒有遇過這樣子 又是暴雨 然後又是這個熱浪侵襲 還有洪水侵襲 很多橋梁它是經不起檢視的 所以就斷了橋 這個車子就掉下去了 往天空看一下 有很多沙烏地阿拉伯的人說 這是什麼 哇 這個其實坦白講 以科學解釋 以氣象解釋來講 就是強降雨造成熱隊流旺盛 所以就會閃電嘛 雷鳴嘛 可是你要想啊 阿德伯人很多人 可能有這輩子沒看過幾次啊 年輕世代也沒看過 看過害怕 害怕就會聯想到什麼呢 覺得這是不是天有意向 是不是連老天爺就覺得 你們在打 你們在打呀 趕快停戰吧 對不對 世界和平吧 好 這樣子 連老天爺都看不下去 當然這只是一種民俗的說法 不過不管民俗歸民俗 你事實所看到的就是 他們 顛沛流離 漸漸的在這陣子的 洪水與強降雨當中發生 賣家 你知道賣家是他們的聖地啊 結果聖地現在已經有這樣的 洪水肆虐 但你去看在洪水當中 我用框框圈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有東西在動 那一坨 那一坨是什麼 那一坨 就是 駱駱駱駱駱駱輝 已經被洪水牽著落難了呀 同樣引用那個拍攝者 所說 他講 我這輩子 怎麼也沒有想到 邁家這樣的聖地會被 洪水侵襲成這樣 我更沒有想到 駱駝會在洪水當中 載斧載沉 我終褲跟我們看到的是 在 這 阿拉伯世界里面的 这个洪灾成患 另外一个国家 直接跟这一次的 中东火药库直接相关 就是恶控红海 是全球货轮游轮 经过最大的梦魇 叶门 叶门也深受天灾之害 我们来看叶门的状况 就是洪流的破坏性 导致洪水冲毁村庄 那叶门跟刚刚 沙特阿拉伯相对不起来 它是比较贫困的国家 所以你看 我刚刚讲 为什么我说 这个天灾一来 就会流离失所 他们所有的村庄 农场 道路 就这个洪水 可能一两天的时间 过去就全部一切都淹没了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 观众朋友去想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你叶门政府 现在老百姓流离失所 而你们的叛军 却还有那个钱 有那个闲 有那个力量 去跟伊朗做结盟 在那边扰乱东东的秩序 难怪老百姓会觉得 这个上天 这个雷鸣 这个打雷闪电 是不是真的希望大家放下屠刀 世界和平比较重要 看到了这个极端的天气 可以极端到一个 反转了吗 这么炙烧的八月 居然发出了暴雪预警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看到刚刚中东地区 因为热浪袭击又有雷雨洪水 那你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 下千气候 那我把镜头移到中国的乌鲁木齐 应该也是很热啊 结果 气温接近零 怎么降雪 降雪就算了 12.1毫米以上的暴雪 所以有人就看这个画面 看图就说故事 他说你晓得我们现在全中国 最高温的地方 和最低温的地方 竟然可以相差到40度以上 这不是极端天气 什么才叫极端天气呢 天灾 老天爷用不同的方式 给予人类考验 再来给大家看到 日本宫崎县7.1的这个强震 震出的日本人心中 最深沉的恐惧专家警告 这一起强震跟南海海潮有关 日本人开始疯狂地搜寻 什么叫南海海潮 他为什么枸起在心中 最不想回忆起的那一场噩梦呢 先看一下我们制作单位 所找出的一些最新画面 我们晓得8月8号 宫崎大地震位于九州宫崎县的外海 还有阵央 然后阵源深度30 你看我那个地震一来的时候 所有监视器拍到 或者手机去拍摄的 全部都是摇摇晃晃 观众朋友 车子啊 噶噶噶噶噶 口臭噶噶噶噶 这摇成这样 地震规模7.1本来就不容小觑 何况它阵源深度也不深 才30公里而已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当然啦 新干线立即停驶 宫崎机场 鹿尔岛机场 也就全部紧急封闭跑道 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 全部都是在震后 这样的一些房屋倒塌 屋顶倒塌 或者是梁柱碎裂 这个日本政府呢 现在也在 对于这个灾情做 是一个善后的工作 那你看到这个大地震 当然日本的气象专家 地震专家就立刻也出来讲话 哇 离开那个山崩 当然啦 地震呢 其实在天摇地动的这个过程 那不仅是可能会造成走山 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所说的 河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改变 所以说是水路夹攻 但是专家怎么说呢 专家就讲 他说其实呢 在九州宫崎这个地方的地震 通常会跟南海海潮 大地震之间的关联有关 也就是说像我们台湾 如果发现大地震 我们可能就会说 是什么端层带 什么端层带 中在日本呢 他们的专家也会这样去做分析 好 我现在画出来给大家看 有没有 就路侧 现在主持人所圈的这个 路的这一侧 右边那边 他们日本 在偏南方就叫他们的南海 所以这个地方的海潮的地震带 他们叫南海海潮大地震 你现在清楚了 那我跟各位讲 就专家讲了一句话 让大家听了觉得很害怕 他说 预测在未来的30年内 这个发生南海海潮大地震的几率 是70%到80% 什么 那不就是10次 可能有8次真的会是大地震吗 是这个意思吗 日本人听了会害怕 因为在刚才从这个惊魂中 清醒过来 现在又听到专家这样子 等于说是雪上加霜的一个说法 好 专家还讲 他说日本人一定要小心 因为如果真的南海 海潮大地震发生的话 不但几率高到80% 而且它还会造成整个日本 尤其西日本 巨大灾难 为什么 因为地震来了之后 大家都知道 不外乎就是海啸马上会来嘛 我们引用的这些电影画面是让你去模拟说 日本如果真的 这样的一个进步的国家发生大地震 发生海啸会有多惨 你说这个日本海啸来了这么快的话 为什么会很惨 来大家还记得日本 2011年的311大地震啊 当时它的正央是在外海 海啸来的稍微晚一点都可以造成福岛这样子了 何况是现在日本的气象专家地震专家说 如果是南海大海潮大地震 是两分钟海啸就会到 你去做一个对比 这是311哦 这是好几分钟之后哦 可是我现在说是两分钟就会到 那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还没 结果这时候啊 我刚一直在讲水路奇功这个词啊 就是你现在看到是水 但是专家说还有一个叫路 你不要忽略的 路为什么 路我们要担心什么呢 富士山 富士山啊 你知道他说如果南海海潮大地震 这样的这个震度还会导 因为地震都是地底下的这个过于平凡嘛 所以它这个扰动不安 这样的能量会导致富士山大规模的喷发 因为富士山也好久没有喷发 只有1707年18世纪 当时呢 日本就因为南海海潮地震 引发了富士山的火山喷发 而且它的喷发不是什么印尼那些火山喷一下 然后飞机避开就好 不是它是大规模喷发造成2万人死亡 这历史的史册有记载 再次喷发又造成61万栋建筑物 烧毁倒塌2万人丧命 你说一个日本的大地震 唤醒了这样恐怖的回忆 专家该不该实时提醒你呢 我国奥运金牌的第二张金牌希望 林玉婷后天要登场 这么多天他顶住了性别霸凌的压力 居然连日的抹黑霸凌 连法国选手都看不下去了 跳出来揭露一段极为羞辱人的过程 今天行政院也宣布已经完成搜证了 赛后将对国际权总 采取全面性的法律行动 欺负台湾人阮世子吗 我要你付出代价 是 俊相我们跟你讲真的是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过去这一段时间 整个奥运备受的一个焦点 就是我们的林玉婷 台湾女儿林玉婷 在这一个全体的场合 被她的一个竞争对手抹黑 我跟你讲 看到那一幕你真的是活起来 我们林玉婷 这两个人都很厉害 打到后来我们林玉婷打赢她之后 她第一件事情 竟然是比出这样子一个姿势 这样姿势是什么 你等于就是在讽刺林玉婷 其实她的染色体是XY 所以这一幕后来一出来之后 被全世界的观众都说 你这实在是输不起又不减效 然后她不仅是这样 她这个在她自己的IG上 还是弄出一个相关的影片之后 被我们台湾网友洗版 洗版到后来她关了 关了之后没有要放过你 因为你不道歉 后来我们台湾网友去洗她男朋友版 然后不断地告诉她说 你们回土耳其 去卖冰淇淋啊 连运动家精神是什么都不知道 一日不道歉我就一日火不消 这个时候愤怒的玉婷的所有的粉丝 还有所有台湾的观众朋友 我们愤怒要找缺口 但是会不会错杀了别人的呢 对对对 事实上这要跟我们的网友讲一下 千万不要我们的无缝 其他人台湾网友台湾身份证 不要因为就是土耳其的选手 对我们林玉婷有这样的歧视语言 我们就开始霸凌其他人不可以 所以吴凤现在呢 他就说他度过了一个最复杂的父亲节 因为他身为台湾人 他也以林玉婷为傲 但是他却因为土耳其的一个背景 然后被台湾的粉丝出征 他现在也想说 他可能要拍一个片 告诉他土耳其故乡的人说 林玉婷是真真实实的女性运动员 千万不要被国际选走 千万不要被说不起的运动员 给搞错了风向 你看到从奥运这把火烧到现在 所有污指霸凌玉婷 说他不是女生的 多少人已经付出代价了 他们被迫必须要道歉 你本来就该道歉 可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居然可以霸凌到这样 可以为了流量是非不分 这一次把自己往火坑跳的是谁 是韩国的前三大媒体 蒙眼了吗 是非不分了吗 是我觉得在这个媒体竞争环境下 很多人要冲流量 但是你不能泯灭人性 南韩现在有三家媒体 让我们看到这什么叫做媒体 竟然是完全没有一个良知 第一个南韩最大的民营通讯社纽西斯 他竟然直接在他标题 刻意在林玉婷的报道里面强调 XY染色体 拜托第一件事情 现在国际选总讲了那么多 XY染色体 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你身为一个媒体 你竟然不去问说证据在哪里 你竟然就被这样误导风向 误导风向就算了 你还把它入标 我们当过媒体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标题其实最重要 因为很多人只看标题 你这样不是故意在导风向吗 恶意啊 恶意非常恶意 南韩有恶意的媒体还不止一家 竟然有另外一家主流媒体 JTBC 一样也是用XY染色体的方式 然后一样是下标 而且是我跟你讲 他第一段就是我们的导言 直接跟你说拥有 男性XY染色的女拳击手 出战奥运林玉婷 然后直指林玉婷 这个阿尔吉利亚选手克利弗 我跟你讲 你在这个导言的时间 导言的地方跟他的标题 故意去强调这件事情 不管你的报道本身后面 有没有去说明清楚 但是你已经做了价值判断 或者是说 你已经是故意要牺牲林玉婷 要诋毁林玉婷的情况之下 来进行冲流量 这实在是没办法了 再来另外一个南韩的发行量最大的保守派 那个大报朝鲜日报 一样也是在这个XY染色体 这个上面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洗版 所以就让我们讲说 南韩跟我们也不错 你怎么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当个媒体要有良知 千万不可以这样子 好今天继续看下去的话 慧珍要来告诉我们 一出生身份证明明白要告诉你 二就是一个女孩子一路养到大 长大以后为了保护妈妈 从家暴当中要让妈妈勇敢 让家里勇敢的玉婷 她怎么站上了全级的训练场 我们今天找到了相关重要的画面 她如何被男人当沙包的K 当沙包的锤 甚至血滴在她踩的这个擂台上 干掉变成暗沉色 点点滴滴 或者你要告诉我们现在给出了这个画面 哇你看看玉婷带着大家去看这个现场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我跟你讲 你知道那个喷出来是什么 就是它的血 它被打到它的血喷出来 而且喷出来湿了又干 湿了又干 喷出了多少血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地方有的颜色比较深 有的颜色比较浅 就是为什么要颜色深 你以为是什么污点弄住 不是 它是被血所染成的一个点 所以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经过了多少的磨难跟历练 它的皮 它的筋骨 它的整个一个坚强力跟耐受力 是因为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训练出来 一年一年一年训练出来 结果它今天真的变成钢铁班的一个女性运动员 你们却说它不够女性 所以这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们到底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吗 这让人家觉得真的是看得非常的于心不忍 全台挺玉婷 我们已经完成收证我们准备要提告了 告谁 国际权种 从头到尾 带头在霸凌 带头在抹黑的就是国际权种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在他的后面还有一个中阳人 就是俄罗斯 他没打算让这把火销 居然一路告到了联合国 他在干嘛把自己往火堆推吗 是就像我跟妳讲讲到底说一句实在话 就是没继续输不去 因为继续输不去 打输了 然后就开始拍叫说你们有问题 我跟妳讲 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副大使季博莲 你穿裤子你也不是个男人 讲一句实在话 为什么 因为你竟然说 我们现在他讲这话场合是什么 是一个联合国有关于女性安全的一个场合 他竟然说 现在根据一个相关的规定 我们现在奥运场上有一些运动员都是男性 他指谁 他就是指我们林玉婷跟阿尔吉利亚选手克利弗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其实讲白了所有的争议点 就是回到的2023年 在国际权种的赛事上 本来稳夺冠军了俄罗斯的选手 打输了阿尔吉利亚选手 就是因为 跟小党想起来 不然我就问一句 为什么从2018 2019 2020 2020 2020 2023 连续五年 阿尔吉利亚选手 每年都参加你这国际权种的赛事 他都是女性 你们这些人其实就是输不起 始作俑者的国际权种 我就说 你无时无刻毫无止境地 对我们的玉婷在霸凌在抹黑 连法国选手都看不下去了 我今天报这个料 我看了整个背脊发凉 是 俊相我跟你说 其实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我其实确认一件事情 真正歧视女性 真正以父权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女性的 就是国际权种 这太荒谬了 这个法国拳击手 他竟然说什么 这个桑维克 他说他以前在参加这个IBA 就是国际权种赛事兽 有一次他就是穿着衣服然后进去 他竟然那个检查人员直接跟他说 你给我脱裤子 脱裤子 你叫我脱裤子干嘛 因为他说我觉得你像男生 什么叫你觉得我像男生就叫我脱裤子 那我觉得你像男生 你要不要脱裤子 莫名其妙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参加IBA的赛事 他就真的脱了 后来第二次你知道吗 他又是 他羞辱人了 对 后来第二次你知道怎么样吗 就是后来他就故意穿得比较贴身 然后穿着内衣运动内衣的 就去他就不会教他脱裤子 所以换句话说 不断的是用所谓的性侦 不断的去讲说你是不是女人 你够不够女人 其实是IBA 当你用这种态度的时候 你才是真正歧视女性的人 好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 让我们觉得非常龌龊的内幕 随着这个法国选择之后 也跟着服上台面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你记不记得 这一次的2024巴黎奥运 就两位女性选手 卷入了性别霸凌 一个是我们玉婷 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 也是女性选手 其实有一个45秒 跟他打完之后不打了 他被他打死 因为我怀疑你是女人 结果没有想到背后 可能也是国际选手 在后面山英峰点鬼火 对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不忍了 是谁跳出来大意灭亲 竟然是意大利的 奥委会总裁马拉果 他竟然就直接跳出来 跟他说 这整件事情是政治操作 我们意大利的一个 拳击手就卡里 卡里尼 他到最后45秒的时候 他就说 我不打了 我气色 为什么 因为跟我打的是男生 不是女生 我被他打死 他用这样子去凸显 他这样用这种方式去凸显 然后后来 才整件事情开始烧起来 后来信任被人家发现说 原来这个卡里尼 有可能被那个IBA 也就是国际拳手 两个人其实讲好了 离应外合来演这一出戏 就是说 我跟你讲 他你到时候就说 你故意凸显这个性别的问题 然后我再来奖赏你 后来就是说 本来IBA要给他一笔 大概几十万的一个金额 后来这个卡里尼不敢收 为什么不敢收 因为连他们意大利的奥委会的总裁 马拉果都出来大意灭亲 如果你真的敢收的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你根本就受IBA所指控 来演出这一张戏 那你运动员的人生可能到此为止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一起来帮玉婷集气 就是后天11号 我们中华队的第二面金牌 会不会被他叼回来呢 创纪录一起来集气 可没想到 一路聊到这个地方的性别霸凌 看起来还没结束 一路要烧到金牌战的舞台吗 是 我跟你讲 其实讲到这个 我觉得还蛮难过 为什么难过 因为这一次的金牌赛 对手是一个波兰选手 而是20岁 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嘛 20岁应该是观念比较开放 我觉得这很夸张 他现在已经还没上战场 还没上这个全球赛场 他就已经先惊罗 怎么说 他竟然是在他的自己的 一个相关社评网站上 去弄了一个梗图 这个梗图当然是波兰文 但你把它翻成是中文之后 原来他梗图上面写什么 他的教练跟他说 我有两个消息 好消息跟坏消息 他说那我要先听好消息 好消息就说 你有礼拜六一天可以休息 好 那坏消息是什么 坏消息就是 你是最后几进决赛的唯一的女性 你在讲什么 这个是冠亚军的金牌战 还有玉婷啊 所以他等于是用这个话来告诉说 玉婷不是女性 所以你知道这种 这个梗图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那个等于是 那个硬贺 IBA嘛 就是说林玉婷 他有一个所谓的性别问题 你还没上战场 你就已经先惊 你就开始输了 所以我跟你讲 真的我们就等着看 那个金牌赛8月11号 大家都要帮林玉婷提起 大家看 林玉婷用实力 打得他牙口无援 告诉他 我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女性 而且我可以打败你 今天会真讲到这个地方 让大家都恼怒 一把火都起来 为什么 全世界我其他不敢讲 谁都可以犯了这个错 但这是极致命 第一级的错误 信别霸凌 就你波兰人 你最没资格 是 波兰人竟然是现在 当其日的加害者 其日的受害者 今天竟然变成加害人 俄罗斯早在以前 就是这个惯例 苏联的时候 对 在苏联的时候 他们在1967年的时候 苏联跟匈牙利 他们组成一个六人的医疗团队 竟然用不合规的一个相关的秘密 来判定波兰史上最第一个 得到那个田径女将金牌的 奥运金牌的这个女将 伊娃 就跟她说 事实上你那个伊娃 你为什么可以跑那么快 为什么你可以打败德国的选手 为什么可以打败我们俄罗斯的选手 就是因为你不是男人 你是男人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用这样子的 XY染色体 企图要抹黑 实力极为坚强的女性 我跟你讲 她真的很可怜 这个伊娃多可怜 她被迫离开 她最爱的运动场合 结果她就嫁为人亲 她就隔一年 她就生小孩 她生了小孩 道歉啊 没有 到现在 2017年到现在 就没有道歉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俄罗斯劣迹斑斑 然后波兰这个选手 真的很不OK 你是即日的受害者 你现在竟然成为加害人 你等同踩在你的前辈的 一个尸体上 只是为了换取 你以可能的金牌 等一下回来看到 规模最大的房贷限贷令 现在传出了 核贷只挑VIP 而且房贷利率可能3%以上 是真的吗 刚刚公布的 7月份的物价指数 结果一看进去你会发现 心得只有5个字 租买都心酸 薪水 怎么被烤出来 为什么 你来看看 站在新北板桥 挺好摩托车 走进仿佛摸乳像一般 9万18拐 走上5分钟才能到家 五平大 你猜租金多少钱 你不想帮房东付房贷 自己买一间房吧 银行最大规模的 现贷令下来了 打乱了多少人的规划 那意味着什么 你要准备更多的自备款 那意味着什么 是银行挑客户 已经不是你在挑银行了 换句话说 现在传出没有VIP 你贷不到钱 如果利率3%以上的话 这是你扛得起的房贷吗 我们知道 这个电价会影响同盟 其实两个是 连生的互带关系 可是最近 大家都谈到电价的问题 一定会想到的 就是佟子贤的发言 因为佟子贤最近 平民抛出 希望能够核电 来做一些研议 或是核电 能不能有讨论的空间 最近我们看到 在气候变迁委员会上面 其实佟子贤的发言 他也讲得更明白 他怎么讲 他说现在 只要是不排摊的电 都是珍贵的电 他这句话出来之后 很多的这些 支持核电研议的人士 又开始嗨起来说 难道政府又要转弯吗 因为不止同时 你看到 连赖清德这次都罕见的 其实表达已经非常明确 他怎么说 他说不排除新的 先进的技术的核电技术 都可以来做使用 这句话其实比他 在中常会讲的话 已经再更往前一点了 那这句话反映出了什么现象 因为现在电价 其实牵动了非常多的民生物价 一些通膨指数 所以核电一旦启用之后 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做一些缓解 我觉得政府有在做这个评估的事情 好你看到这个是昨天晚上的环境变迁 第一次开会 结论是什么 刚刚旺哲讲到了核电 又讲到绿电 核电那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 才可以实现 现在眼皮子底下 活力全开 绿电尽量的发 最后就像是 同志前说的每一度都珍贵 电价会越来越贵 安全带要绑紧了 电价现在还不是最贵的时候 我们光看7月份的CPI指数 因为电价跟通膨跟物价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7月份已经来到了2.52 哇 基本上已经创下5个月的新高 当然这个月你可以说很多因素 有台风啦 或是有店家这些涨的因素 通通都有包含在里面 但是问题是 主技出预估 8月份 各位就是现在了 你的压力会更大 通膨的压力会更大 我最近去买盐酥鸡一包而已哦 里面可能盐酥鸡啊 加鱿鱼啊 加甜不辣300块 哇 那这一包过去卖多少钱 过去可能只有一百多块 一百可能接近两百块而已 现在给你硬生生涨了一百 当然店家有他自己的压力在 所以他涨价也是合理的事情 但问题是 你就看到了出来 现在的盐酥鸡 可能一包多到300块钱 你加些东西的话 其实台币越来越小了嘛 那我就想到了 经济部长郭志辉 他受访的时候 终于松口 他说 他希望9月份 可以顺利的调涨工业店价 反馈回来这个CPI 是不是又要再更飙上去了 这一定会飙上去 因为9月不只要涨工业店价 甚至连定义审议委员会 可能连民生店价都要做检讨的地方 那检讨会不会就往上来涨 如果涨价在涨的话 工业跟民生都涨的话 会反映在哪里身上 就反映在我们消费者身上 我们消费者压力势必会更大吧 如果这些包括一些厂商 餐饮业者都调涨的情况之下 我们新台币有涨吗 新台币没有涨 那你说这些店价的情况 会影响到哪里 房租也有可能 房租非常有可能受到影响 因为房租 有些人租房子 他要不要缴电费 他也需要缴电费 你看光是7月份的房租指数 已经创下新高了 106.5 然后甚至年增率来到了2.51 这个2.51 已经是近年来最高的一次了 因为光是今年 看光看的数据 今年其实好几个月份 都是在2以上 那近三个月 其实都在2.5以上 其实已经超过过去的疫情 期间的好几个年份的指数 那其中大家非常关注 就是水电瓦斯 燃气这个燃料费 电费有可能增加最多 来到了5.21 所以你说电费一涨的时候 房东的房租会不会涨 会啊 那很多人民众 他薪水没有涨 他租不起房子怎么办 他只能去租更烂的房子 更便宜的房子 所以现在又产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南京复兴 哇 精华地区 旁边有兄弟饭店 在北一点会到松山机场 其实捷御也很方便 它有文湖县 然后也有松山县 捷御旁边有庆程街 生活经济也很好 但是你能想象吗 这个房子是在 南京复兴站旁边 只有三平的雅房 月租五千块 你知道他睡哪里吗 他睡在一个木板上面 这个是木板床 旁边的书桌 墙壁都发霉 拖酒 就像各位看到的这个画面一样 这个地方是能住人吗 我跟你讲 住久可能都会身体生病 可是你看 没有前面法 你就只能硬住 而且这在台北市的进化地区 一个月五千块 所以你只能硬住下去 再来我们看到一个硕士生 他住在新北市的板桥 那他跟着这个YouTube 一路走进去 他从他家楼下 要走到他房间 就要跟你知道 花多久时间 花了五分钟 这个五分钟里面 他要经过层层的关卡 包括像水塔 包括隔壁的冷气机 包括暗像 说真的 这个有没有很像 那种警匪追逐站 在暗像里面追逐那个画面 非常的可怕 他自己还说 他说他当年 他叫了那个外送的业者 送餐来之后 他还找不到那餐 要放在哪里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的人 其实过了很幸福 那他走到上面的时候 他一个月租金多少钱 他的雅房 五平而已 要四千五百块 其实也是五千块 也非常的贵 而且他整个晚上 旁边都没有路灯 一个女孩子在这边 非常危险 但没有钱怎么办 你也只能硬住了 好那我就问了 你把房东的房间 搶到出这一圈 你不想帮房东缴房贷 那你就自己买啊 是啊 现在大家都在看嘛 我们昨天 报新闻跟你讲 现在房市 不是冷 是大家在冷 冷到有没有 可以自己觉得 自己的甜甜价在入手 但问题是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房价五年之内 已经暴涨了四成 可是问题是 你的薪水也没有涨啊 这五年之内房价涨了四成 但你薪水涨了多少 你薪水只涨了两成 跟不上房价 所以你就说你等越久 你薪水还是原地不动 你要怎么追得上房价 你根本追不上 光是今年第一季 三十到四岁 就是我这个年纪的朋友们 虽然看起来 买房的房贷 增加了两千件 有啊 有买啊 是有买 没错 但是他压力也增加了嘛 俊昂哥你知道吗 他平均的建估值 建估值来到 一千三百二十八万 比去年增加了 一百多万元 所以他房贷的压力是增加了 这个就是困难的地方 你说等等等 你怎么等到田田价 你继续等下去 是 等下去结果就是 多等一年 建价就多增加一百多万 你越等房价就是越贵 怎么办 盖房子的人家也知道 是 你下不了手 没关系 我就把房子越盖越小 变成了低总价 你总是会来买吧 现在有个新兴名词 叫做鸟笼宅 尤其在台北市 非常的明显 光是前五案当中 今天我已经有四个案在台北 最小只有十瓶而已 但是他单价非常贵 单价要一瓶到150万以上 所以这个就是猫腻了 今天150万十瓶就1500万 感觉上还OK 没错 可是你自己住到了十瓶 还全壮 但没办法 因为他毕竟在台北市精华地区 所以是第一种价 背后的潜台词是高单价 是是是 没错 可是现在不止台北市 你看连桃园都一样 桃园归山 过去我们想象 可能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不得了 我跟你讲 现在连15瓶的进案 其实他房价 每一瓶都要七字头开头 其实也是卖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觉得说 现在各地都寒涨了 情况之下 你如果还没有做好 及早规划的话 接下来可能就变到 非常艰困的挑战 你可能会想说 哇那贵匆匆哪里还有 可以下得了手的房子 横竖挑挑看 有人真的就比较不怕说 穷鬼比真的鬼还可怕 我们就来看看 事故屋 有没有可以挑选入手 是我们之前说 这个穷比鬼还更可怕 因为真的没有钱 真的是非常难受 我们昨天讲的法牌 我们现在讲事故 或许大家说是凶宅的一部分 凶宅可能也包括在里面 最近有个台中的女网友 她因为调职 调职要调到南部去 因为我对南部不熟 我对南部去的时候 我就在上网会发文说 请问各位南部的网友 你们在地有发现说 当地有事故 是从五六折起跳的 她希望能够平一路 直接给你对价砍 对反正 你要卖我就买了 反正我只是调职 我可能就过去 我买个房子 或许未来几年之后 她增值之后 我还有赚 不一定 所以她希望发这闻 希望能够找到那种 事故或凶宅 我就加减住一下 反正我也不怕 我就住下去了 没想到来 网友还吐他槽 说哎呀 现在哪有事故 是五六折的 你想太多了 真的吗 现在都九折了 你知道吗 这都达到九折 对 所以这个说 你现在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故 所以你要买 还真的买不到 好 最后最后 我们最深切的扣问就是 如果现在你准备进场的话 最大的乱流会是什么 就是银行端 祭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令 它影响两件事 第一个 它会影响你的投契款 你要准备更多钱 那个是其实买房子最大的门槛 第二 你就是背那个房贷 它不给你 贷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利率一拉高 听说有3%以上的可能 那怎么来观察 很多银行开始要祭出 这个现代令之后 你可能要带 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甚至现在有些银行 它只带给谁 带给大客户 或是VIP的客户 所以你这些散户或是小客户 接下来你要贷款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你来看到 我们下半年在买房子 专家提出这样的建议 以前是我们挑银行 所以我可以拿这家银行 跟那家银行去溢价 我可以杀到一个更低的利率 就倒过来了 是银行挑客户 对 像是银行挑客户 以前我们说 我们可以比较银行 我们在选择 这个利率比较低 或是这个条件比较优惠 我们选择来贷 但现在时空环境不一样了 各位 现在变成 你的贷款的层数不足问题之外 你的贷款利率 有可能会冲破3% 这非常可怕 所以就大家说 现在如果各位朋友 你要买房 真的要及早规划 因为可能会受到一些 通膨的影响 还有贷款的影响 通通都会压着你 未来可能要买房 会比较辛苦 今天关键人物来看到 林飞帆不忍了 为什么这么愤怒 谁在诬赖他一个月 25万的薪税 被部长还高 但我们没想过 这次新闻 为什么散播的这么快 如果传闻为真的话 那会是多强烈的剥夺感 说的更白一点 年轻人有多低心血汗 这个谣言传的就有多快 不管怎么样 李飞帆决定提告战清白 但是今天 我要更严肃的来看待 是年轻人的低心跟血汗 难道一辈子都要过 父亲节吗 好 就像给大家报新闻的观众朋友 真的要过父亲节 才刚过而已 然后怎么样 吃完饭全部父亲 接下来你的人生 观众朋友 你的人生可能很多东西 你必须贷款 你买房子 你必须贷款 那贷款就还 对 你要还 你要还一辈子 那个人还不完 因为低薪高房价 以及CPI 在消费者物价指数 节节上升的情况下 你要注意的 什么都贵 那什么都贵 就是薪水不贵 薪水不多 什么都涨 就薪水不涨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差别感 剥夺感 当然了 不是人人都是林非凡 他也是国安会的资讯文 这不是随便人干得到的 等于部长层级 所以现在年轻人 大概都拿多少钱 三万多块 还有两万多 对不对 一公元两三万块 哇 他零九万 以前当这个民进党 副部长的时候 现在不是 现在零二十 为什么 因为他当国安会的 这个资讯委员的时候 薪水大概一个月 等同部长 十九到二十万 对 那网络上有人乱传 说他一个月二十五万 你又没说 我记得你说记得 搞 还有人说他跑去 有没有 涉足不良场所 搞 当然了 有人乱讲 对二十万跟二十五万来讲 年轻人拿那个三到四万的 他感到没差 他觉得说二十五万很高 二十万也很高 但是问题人家确实是 怎么讲 就是在这个国安会当中 担任要职 所以薪水才有这么高 那当然你要知道 国安会的秘书长 他的薪水是更高 可是资讯委员就没有 那么高 情况之下的时候 大家回过头来就是 那一般人到底领多少 一般人领多少 那不要我没说嘛 这个人只有领一万都没有 我们的基本工资 观众朋友记住个数字 两万七千多是基本工资 如果你从这个基本工资以上 没有两万八 基本上就低于我们基本工资了 最低薪资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拿到两万多的 有没有 有 因为最低薪资两万七千多 但是通常大学毕业生 那我们数据来看 观众朋友看我们报信 我们就知道知道真相 对不对 来人力行统计 俊阳哥 那024年今年的新鲜人 现在八月多 对 那今年有比赛吗 对 有很多人没有再继续念书 就已经进到职场了 恭喜你找到工作 但有一些人还没找到 那找到工作的人 大概拿多少薪水呢 来你要看 平均今年的薪资 大概在三万五左右 那比去年高 这是好消息 好消息 但也有个坏消息 只高五百块 好不好 所以就是比去年多了 三万五千块 变三万五千五百块 那各行各业 像这个营造业比较高 有四万多 但是呢 也有低的 三万五三万六的 这是现在年轻人的 这个新鲜人 进到职场的军薪 这么多军薪 就是平均嘛 所以平均 我跟高薪抓起来平均 有的人说不定 就五万多了 你看像那个工程师 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三万五是军薪的话 那一定有两万多的嘛 所以你看 这个例子就出来了 来 我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例子叫 严肃家的员工 他讲说 我一个月大概两万八 可是我们整个摊子 是我一个员工 所以我要做个事 没有人跟我替换 整个店面 就一个人在过 状况一就是工作很累 没有人也可以消费 第二个呢 是薪水不高 两万八 第三个呢 是一个月休四天 然后老板还写 说我给你 已经很多钱了 就等待 俊相哥 我刚前面有讲 两万七千多 对不对 是比的 对不对 那两万八 看起来不错 你至少有 比两万七多 你是压线 不是压线 他这个违法了 因为两万七千多的 最低其实是 一个月休 因为我们现在周休二日 周休二日 对不对 周休二日 一个月有四个礼拜 对不对 所以他只休四天 你老板给你扣四天 冠老板 还居然闲说 我钱给你太多 网络上的讯息 这个老板我不知道是谁 老板你要帮他加一下 因为他只有休四天 再来 这个例子也是 大家甘苦 他说 我是相关的这些厨师 我去学做菜的 是 我好不容易 对不对 一生好功夫 我要做刺身 结果呢 俊昂哥 这个也是真的 因为珍财 以后有薪水开出来 大家都看到 南港有一个日系的超市 要开的 他要征 这个做寿司的师傅 对 但他的薪水是多少呢 三万两千块 怎么比大学薪薪还低 而且我告诉你 你比大学薪薪很低就算了 这个辛酸一次 辛酸第二次做 我同一个超商 我在这里做刺身 对吧 对 我外面有人在收银 对不对 请资源收银 对不对 那个到三万七 对不对 外面的比我里面的还高啊 我做刺身 我不能用手指头去冰 不是不能做手指头 不能用手指头 热热的去做 我要先放在冰块里面 哇 那怎么几乎要冻的 这是真的 因为你那个寿司师傅 如果你手没有先放冰块 你去看那个小野次郎 寿司师傅 他那个撒心米会不好吃 会有他温度 但我跟大家讲答案 为什么 因为他是超商里面 弄那种 生鱼片切出来 还有一些炸天赋楼 棒一盒一盒以后 他并不是在那边 就是这种 这种站在台前的那种 寿司师傅 寿司店的 所以他薪水确实是比较低 好 我们现在讲到 就是说 这就是我讲的 今天有多低薪 有多血汗 对于林非凡的那个谣言 就会传得更快 他们觉得 我再听到多少钱 你20万25万 就会传很快传出去了 你回头来看 当你这么低薪 当你这么血汗的时候 你所有买什么 你想都别想 所以我们在想 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叫痛苦指数 那个很难测 我看到别人有多少 我没有 我就感觉痛苦 我看到别人工作轻松 三四点又下班 我要坐到七八点 我就感觉痛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消费者物价指数 他可以 可以显示出来 就是说 到底现在目前 整个物价状况是怎么样 那我常跟大家讲 现在目前 七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2.52嘛 对不对 那2.52呢 是过去五个月以来的新高 没错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十一住行 除了要吃 要买之外 我要住 那买房子 你有本事买 那就买了房子 又缴贷款 没有房子买 你租 租的指数 也增加2.51 有没有 连续三个月就超过2.51 所以你就知道了 租房子的成本也变高 对 那生活上面大小事情 消费也变高 所以当一个月 大概就领个 2万 3万 4万 5万的时候 看到有人20万 那就要剥夺感 那回过头来 我刚讲 租房子贵 买房子当然就更贵 你看到2023年的 去年的第四季 全台的房屋均价是多少 一平34万 那你要知道 这个比起五年前 2019年的时候 整个涨 其实说实在的 真的以前 还没有这个感觉 尤其是COVID-19之前 当时是基本上 房价突然就飙上来以后 如果你先去计算的话 2019跟2023 居然隔着4到5年期间 全国的房屋 它平均涨了42% 还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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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万 20万 40万 50万 60万 但是这个是平均涨了42% 薪水我都不涨了42% 你就对了 刚刚讲房价涨42% 那薪水有没有多 也有啦 薪水涨24% 有没有 所以一个42 一个24 都要点倒过来 差不多一半而已 所以就会感觉就是 我们的薪水 赶不上我们的房价 你要去用钱 追你的房价 追不上 所以很痛苦 如果你贷款百方式 以后刚刚讲多少 付清洁 你可能要付非常久的时间 好 阳明 你怎么看 当然第一个 林非凡这个 负密 他对于他这种 所谓的不实讯息 去提告 我们都支持 对 但老实说 我觉得林非凡 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 为什么有人要拿他的待遇 来做文章 有人去说 赖清德月薪多少 萧美琴月薪多少 没有 为什么 林非凡会跟什么 九万 几万 十八万 连在一起 就是因为 林非凡 他没有其他的工作经验 他的工作经验都在 要么在民进党 回来就在民进党 要么在社运团体 要么就是到国安会 所以很多年轻人可能会羡慕 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变得跟林非凡一样 大学或是硕士 博士 拿到学位之后 第一份工作 我就能够超过整体青年的平均薪资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很多的 这个 这个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说 像台北 我们的摊贩 减少了六千摊 这个数字 我告诉 这个俊翔哥 你要知道 很多减少的 不是老店 是新的 是年轻人 可能有时候尝试创业 或干嘛 做不下去 所以赶快收 那结果 他们也不是领薪水 六千个家庭 后面 里面有可能是年轻的 里面有可能是去加盟或干嘛的 但是 我必须讲 现在的年轻人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当他背了房贷 车贷 就是这个叫做 这个三代同堂 如果那个都是贷款的贷 背在身上的时候 如果你只有一个一份 四五万块的月薪 你真的撑得下去吗 我想 这才是我们现在政府 更要注意的景序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日本宫崎发生 规模7.1强震 为什么震出了日本人心中 最深沉的恐惧 专家警告 这一起强震 跟南海海潮有关 专家模拟最严重的情境 居然预测恐怕夺走 23万条人命 这是什么情况 日本人吓坏了 疯狂地去搜寻 什么是南海海潮 雨萱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勾起了日本人 最不敢也最不想回忆的恶梦呢 居然跟因为当现在发生 宫崎7.1级的地震的时候 大家担心什么 大家担心的是 这个不是后续的余震 而是如果说这只是前震 那我们该怎么办 对 大家想起来 当然是过去曾经发生过 这种大海啸惨痛的经历跟教训 所以你仔细看 这一次日本宫崎发生 7.1的地震 他们说规模大概是什么 23颗原子弹 而且它是大概在近海 我们讲 大概我们讲 就大概三四十公里 这种浅层的这种深处 很近耶 对 非常的浅 所以他们说很可怕 再来就是说 气象定义预估说 未来可能会有 7级以上的 这个所谓的余震 但担忧的是 如果说这不是余震 如果说这不是主震 如果说这只是前震 那会不会代表 后续还有更大的灾难会发生 因为你光看各位 这一次的画面 你都知道 第一个 这是会在宫崎跟路德岛 相关的场景 你看哦 那个整个灯 摇着一塌糊 而来到了机场 你仔细看 那整个空桥 摇得非常的剧烈 非常的严重 所以导致说 根本就 航班没有办法起飞嘛 甚至登街旅客都下个半死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直接来到了 我们讲地面 也就是说都会的地方 车子你知道 它是什么状况吗 轨子在路上开 结果呢 一样 这路边的车子狂摇 各位你仔细看 那个电线杆 甩得一塌糊涂 而且你看 路面地面那时候 这个地板 所以我们持续看这段画面 什么东西这么甩出来 换句话说 今年年初我们记得 才立即了一场 天摇地动的强震 居然来到了八月 又来那么一场 有完没完这个2024 就像你仔细看这个车子 你如果坐在上面 你还有你去西部玩那种 我们讲叫巡浮野牛的 巡浮那种cowboy game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整个车子摇着它糊涂 你看连这个水 全部都泼出来了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地面 这个状况 这个场景 甚至在室内 你若是日本人的话 你会有多惊恐 因为你不知道说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你过去 可能我们再讲 大海啸那个时候 你曾经受过伤痛 你曾经心理有创伤 所以一摇的时候 他们根本跟惊弓之鸟一样 就被唤醒了 那个恐惧了 对不对 对 最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 这是一个非常高 这三四五层楼的房子 整个房子都游啊游啊 你看看 旁边整根烟囱 就像一般的这个住家 因为我们讲 日本的房子 算是盖得很坚固 因为他们本来 就是地震耗发带 但连这么坚固的房子 它可能有做一些弹性系数 可能有做一些缓冲 但这么剧烈的摇晃 甚至你看这个碎石庭园造景 各位你看 这最夸张 你看这个衣架 你仔细看 这个就很明显了 摇啊摇啊摇啊摇 左摇右摆 然后你只能说 宇轩 人呢 人都吓坏了 全部都跑去避难了 你看他们百货公司 有没有看到 全部大家都归缩在梁柱旁 然后归缩在角落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 台湾人可能根本不以为意 就我们继续逛街角 但日本人不是 你看人全部都躲在那个两种 防災的概念 他们有忧患意识 因为他们曾经招过患 所以你看 在这种百货公司里面 你就可以仔细注意到一件事情 日本人真的非常怕地震 好 宇轩跟我们看到的 这一幕幕真的是 越看越担心越害怕 这都是第一直击的现场 但余震荡漾在心里 那才更可怕 为什么日本人今天在惊慌 这个名词叫做南海海潮 它勾起了什么 最深层的恐惧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讲 这一次宫崎的地震 它只是个前震 那代表后续会有规模 更大的地震出现 而他们现在只指 日本的专家就在讲说 可能会发生在南海海潮 那你知道呢 南海海潮就是我们讲 就有区域红圈圈的位置 但如果说是这整个地震带 也就是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板块 所夹合的南海海潮 一旦发生地震的话 它的波及会对象会是什么 整个日本 整个日本都会中 所以他们讲说 如果真的发生了 这个强症真的出现了 死亡人数会超越311 那时候大地震 所造成的效果 会死多少人 他们说有高达23万人 可能会这样不幸丧名 甚至有专家预估更高 有人说可能会到30万人 是 不管是它的规容 或者它的威力 都有可能是过去311地震的 14倍之多 那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会这么可怕 因为第一个 它是两大板块所夹起的一个地方 整个南海潮呢 它就是在 非玉兵海板块 对 跟欧亚板块 对 两个夹合的地方 对 而这个地方事实上 它是一个瓶末带 对 换言之 很多大地震 就频频在这个地方 不断的夹起 不断的冲撞 不断的发生 而它临近的县市 不好意思 刚好是什么 靖岗 艾滋 四国 九州 而这四个地方是什么 君相跟你知道吗 日本人口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如果只要在这边发生了 即便说其他的地方只是小灾害 但这个首当其冲的 靖岗 艾滋 四国 九州 恐怕会面对无法挽回的灾难 好 余圈我问你 刚刚导播有给我们看 这个是南海海潮 可是刚又唤起了 我们对311那个海啸 吹哭拉朽 那还不够严重吗 够严重了吧 居然还要严重为14倍以上 所以我就问 这个是311可怕的这个噩梦 你说南海海潮 它到底什么条件 可以重创于14倍311的威力呢 首先因为我们讲了 它的整个影末带 所造成续静的能量 会远远超过我们讲311地震 再第二件事情 它是直接临近日本的 我们讲的本土 非常靠近 可能几十公里左右的位置 再第三件事情 我们刚才特别人 已经有提到了 如果它发生的话 它的波及的范围 会来更广 因为我们把它跟311地震 做一个对比好了 那时候311也有 然后你知道 就是现在看到这画面 是不是你看到 整个海水倒灌 然后整个淹没到市区 到处都是 青森四起的变叫声 当时你知道吗 从海啸到地震 总共先隔了 大概多少时间 就大概两分钟而已 你说我只有两分钟时间 给你准备 而311 我去查过 是不是311晃成这样 海啸一拍打上岸 你有半个小时可以反应 这一次如果真发生的话 两分钟而已 对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强调 距离的问题 当时311的距离 根本没有像这个 我们讲南澳海潮 离日本本土那么近 所以你想想看 近的时候 它会有两件事情 311的时候 震度是7级 那我请问一下 如果在南澳海潮发生的时候 它的震度会是7级 不知道 可能觉得威力 只有更强 没有最强 对不对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竟然它的反应时间这么短 那你想想看 地震 那时候你大家来 惊慌失措 吓坏了 有多大 可能防污倒的倒 踏了它 大到海 紧急避慢 然后这时候两分钟过后 你都还未知不觉的状况之下 海啸可能来了 加上我刚才谈到的 这四个地方 静岗 艾滋 四国 九州 又是人口密布的地方 你根本就算 第一时间发布警报 也没有办法疏散 所以他们现在预计什么 可能会是14倍的人口损伤 再来东海进击 也就是我们刚才 特别谈到的 这个中代的部分 全部如果一旦 海啸来的时候 全部淹没 那你看有什么 全部都是工业区 交通区 经济重镇 比如说你看 这边是工业区 这边也是工业区 这边也是工业区 通通他们的工业区 刚好都是放在 我们讲比较中部的位置 所以他们说 预计财产损失 你知道会到多少吗 220兆日元 那这个东西也是什么 也是311的10倍 311当时就已经损失 我们讲22兆日元 所以你想想看 在这个状况下 为什么日本人 会如此的恐惧 绝对有他的道理 到底是不是违言耸听 让科学来解释 地震总有个周期 释放能量 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晃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真的 应该要提高警觉 对 因为我们先举 以前的例子来去看 曾经在1995年的时候 各位还记不记得 板神地震的时候 那时候后来出现 非常多瑞士规模 我们讲6.5以上的地震 甚至是我们讲的 雄本地震 那个时候也在内 但是你仔细看 我们最近年 是不是有地震 越来越多的趋势 前一阵子我们才会介绍 什么能登半岛 那时候发生地震 就近年年初嘛 对 所以他们就讲说 如果说配合这一次 我们讲的宫崎的地震 加上能登半岛地震 会不会这些都只是个前兆 因为你在大地震发生之前 它跟余震相反 也就是说我会有些些微的 这种七级的前震 前震你以为是大的 但它其实是小的 然后戴随后续规模 可能我们讲 瑞士规模更大 可能甚至上看 我们讲7以上的这种 超级超巨型大地震 所以这日本他们在担心说 如果说现在只是一个预警 那未来会有更大的灾难 该怎么办 因为你仔细看能登半岛 我们刚才谈到的 那时候发生地震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那时候多惨 能登半岛那时候呢 房屋倒的倒塌的塌 因为住的人其实不多 大概就我们讲 一千多户而已 就这一千多户 最后你知道干嘛吗 全部都只能被迫撤离 所以到现在为止 事实上就是看 整个房屋就这样了 被洪水给淹没 给直接冲垮 这是泥石流 泥石流直接就把 这个整个房屋带走 那你想想看 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 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能耐 去复原他们的房子 复原率到现在 只有我们讲7% 所以也难怪 如果说所有整个日本的境内 都变成能登半岛的缩影 那你说这会有多严重 好 地震的威力 老天爷的考验 我们给大家看一段画面 你真的很难想象 这个是地 怎么会居然是波浪型的 在呼吸 各位 我跟你讲 不讲 你都不知道说 竟然日本发生这么离奇的现象 来 各位你仔细看 因为这刚好是一块一块的砖 铺在地板上 然后你仔细看 这个砖先往上 再往下 先往上 再往下 先往上 再往下 不讲我还以为是最近上映的疫情 在出演 你知道吗 怎么这么可怕 这突然间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理由很简单 这个我们讲了 就是所谓的地震 它前后所带来的一个效应 所以民众看到这个时候 吓死了 因为日本鬼片特别多 你知道吗 但我讲 更可怕的 大家会担忧的是 如果说这个只是一个征兆 那后续会带来的灾难 会有多可怕 会有多可怕 我们更想问的是 你讲的是南海海潮 对整个西日本的重创 那跟台湾呢 我举一个例子 昨天大家都在盯的是 它的海啸情报 海啸情报后来说 咽出来了 大概小腿肚 大概就半米不到 大家讲说还好安 可不行 连看日本人看待灾情的方式 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 千万不能轻呼 你不要以为说到小腿肚就没问题 刚刚我们 想说我们高雄整天都小腿肚 那有什么大不了 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海啸跟淹水是完全不可无语的 首先你仔细看 日本这次他们讲的发生的 这种宫崎7.1的地震 海啸警告他们原本是预估多少 一公尺 一米 你说一公尺还好吧 我躲二楼就没事了 没有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甚至呢 他的我们讲的波及范围内 因为他是乘渲整个原型 往外扩的嘛 他不是单向的 他不是主向性的 所以也有可能会想到台湾 那你知道吗 他们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你知道吗 如果说呢 这个一公尺的高 不用 光是小腿路的高度就好了 该聚洋哥一直来问 到底会造成什么严重 会怎么样 你动都不能动 有这么大威力 你连动都不能动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 有这种30公分高的水流 不断地在你脚下 一直往前冲 一直往前冲 所以像什么 就像我把你脚推住一样 30公分就这样而已 我就一直把你脚推住 那你这样怎么往前冲 算不难行 对 你根本连动都没办法冲 所以他们说你想想看 那如果是一公尺的话 他会什么状况 对于说我整个人 会被这个水流往后带 往后推 它是一个迎面重结的力量 所以你看 当我们讲4月3号那时候 花莲曾经发生过一个强壮 对 对不对 那时候他们讲说冲绳了 你紧张什么 台湾的本岛都没在紧张了 他说不是 他说冲绳那时候吓坏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怕就是会有像 我们讲的这种海啸而来 因为当时就有旅客 住在这个饭店内 然后观察这个海滩 然后看了说不对 这海滩怎么水一直在推 怎么水一直在推 你仔细看 吸一到更远的地方了 对 因为在海啸来临之前 海水都会先往后退 因为它是一个潮汐作用 它等于是有坡有低 有高有低 所以他们那时候看下的时候说 难不成要海啸要来了吗 怎么会这样往后退呢 那我跟各位报告好不好 如果说是这一次7点1级的 它后退的幅度肯定很大 如果说是南海海潮 所引发的地震声和海啸 那恐怕会退到你 马上拔腿坐车 就往内地里跑 好我们刚听到了 如果南海海潮 一旦发生大地震 拍打上岸的话 直接重创的是第一线的 日本的经济重创 师征告诉我们 没等到地震来重创 在日本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已经遍地僵尸企业 背后什么样的一个 不能说的真相 而拯救这样的僵尸企业 最后靠的居然是 辉达 对 没错 我们必须说啦 事实上台湾的经济 跟日本经济有点像 就是日本股市也是在创新高 前一阵子台湾也是一样 那看起来好像经济不错 但其实都面临到一个 内需萎缩的一个局面 特别是里面的工作机会 还在减少 好 那我们就讲 尤其是日本 你看日本 今年不是大家就说 他们的旅游业非常好 我看今年在座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一年都去 日本已经旅游两三次了 可是我跟大家讲 日本的旅游业者 他其实没有感 没有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一股好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旅游业的缺工比 已经目前为止超过15万个 也就是日本的旅游业 大概有60万个工作机会 但是有15万个人 几乎没有工作 就是缺额 那所以占比大概20%左右 一个状况 那甚至出现了什么状况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这个 很多人去赏风吗 很多泡温泉吗 那金刚有一家旅馆 他是非常老的老字号 就没想到他就说 打电话去跟他说 我要住你们的房子 我看你们好像还有空屋 他就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缺工 所以我一个别馆 有六间房间 我都不愿意接 所以那实际上 宁可你有观光客来 但是我因为缺工关系 我没办法接客的一个情形 所以那实际上 这在日本各地旅馆业 都出现这样一个情形 那除了旅馆业之外 我们知道 接下来不是要进入这个 包括说像夏天的旺季 还有冬天的旺季 冬天很多人会去看 这个东北的 包括枫叶 或是关系的枫叶 可是军长 你知道发生什么问题吗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日本的东北 这个地方来说 它严重的缺工 而且没有游览车 就是说 不但是没有这个 这个所谓解说员 也没有游览车 于是我们知道 前一阵子之前不是发生过 去年不是发生过一个事件吗 我们台湾有50团的 团员的台湾旅客 到了日本去玩 结果没想到被放鸽子 然后就说没办法 因为目前为止缺工 也没有导游 即使是用5倍的车子 他也不愿意 这个吊车给你 你知道吗 目前日本的观光业 的确相当大的危机 缺车放鸽子够严重 至于好不容易 有游览车 挤上游览车的人 怎么没有看到 当地的导游呢 没错 大家听这个导游小姐来解说 但是不好意思 现在日本已经有新的方式了 因为我们知道 缺工的时候 问题的时候 除了缺司机外 缺导游 导游来说你看 这是什么 一个导游在上面 为什么大家都看荧幕 为什么 因为他这是一个 可能未来就是这样子 可能被假设一团出去 来说会有五六台车 那五六台车 就共用一个导游 一个导游在上面讲 其他导游 其他车就看这个导游 讲的这个状况 那于是用所谓的 视讯导览的这个情形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日本的这个 这个游览车的 这个导游人数来说 从这个2007年的 5354人 剩下到去年已经 2240人 骤减六成左右的一个状况 而且就这样你知道吗 他不是说不愿意 而是你加薪都没有人 要来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日本面临少子化 跟年龄老化的这个问题 现在对日本的整个经济 造成非常大压力 尤其是前一阵子 岸田文雄的报告里面 他说日本2023年 大概有53%的企业 是找不到正职员工 而且人手不足 他说一直到了2030年的时候 这个缺工的劳动力人口 会高达700万 你看日本的劳动人口来说 从2015年的7000多万 降到2060年的时候 只有4000多万 岸田文雄是少了 2000多万一个数字 这个就是我讲的国安危机了 明明有财政也来敲门 你接待不了他们 对 没错 因为缺工的这个问题 到这个旅游业 都出现这样中 那不是只有旅游业 你要说那我没有跟团 我又没有要去这些旅馆租 我只是吃个饭 吃个面 吃个小吃而已 不好意思 你可能未来 越来越难找到 当地的拉面店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2030年的时候 有45家拉面店破产 年增是114.2% 是2009年以来的新高 你会觉得不对 为什么反而是去年破产呢 我跟他讲 反而在疫情的时候 他们没有事 为什么在疫情的时候 日本政府当时 他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还益租给你 所以他们都撑过那一段时间 但是疫情好了之后 原本以为会有这个解封人 解封人潮的确来了 但是问题是遇到什么 接下来就恶物战争 或是说因为日元大贬 日元贬值之后 导致他们进口的原物料价格大涨 所以他们反而撑不住了 再加上说缺工 缺工之后 你又要用高价来做 所以反而导致一堆拉面店破产 好 那不是只有拉面店破产 还有日本的豆腐店 我们知道日本豆腐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 因为日本人都有说有所谓的这个抗通膨三宝 一个叫豆腐 一个叫鸡蛋 一个叫豆芽菜 这三个东西是绝对不会倒 而且通膨都很低的 可能问题是中国 日本今年的这个豆腐店 前七个月有36家倒闭 而且年底前 可能会有60家倒闭 会创最快的倒闭速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都是受到缺工还有原物料价格上涨 连这种过去 大家都如果追不可能倒的公司 都出现一个破产 倒闭的一个情形 谁来解救这个打死结的难题 居然找来找去 找上了NVIDIA 对 为什么 缺工来说 当然要自动送机器人 或者说自动贩卖机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于是你看 Uber Eats 在这个日本的Uber Eats 从今年三月开始 提供所谓的机器人送餐 你看就真的 走到路上 然后就送餐给你 可是问题是目前为止是市行 它市行的地方是在日本东京的 这个日本桥这一带的几个餐厅 他用这样的方式 他说因为 因为路他可能也 一开始也不了解 所以可能多跑几趟之后 他就越来越了解 好 那这个呢 那除了这个Uber Eats 这样做之外 他是用怎么做呢 他的机器人是三菱电机 跟新创公司 Karton做了一个机器人 那这机器人里面来说 他做的是什么 挥达的AI平台 也就是用挥达的AI平台 来把这个AI的相关的 这个know how 把它建置起来之后 然后用这个Uber Eats的机器人 就挥Uber Eats 然后在这个地方送餐 他说未来呢 可能先在日本的东京市行 未来可能也会到 这个包括像比较偏远的地方 如果缺乏人手的地方呢 可能也会把这种 这种所谓机器人送餐的服务呢 推到那些地方去的一个情形 另外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难题 也是最不能面对的真相就是 现在日本有越来越多 被形容是僵尸企业 什么叫僵尸企业 对 没错 僵尸企业就是说 它其实呢已经要倒 但是日本政府不会让它倒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个其实跟中国一样 就是很多企业来说 我不想让它倒 因为倒了之后呢 工作的这个机会变少 而且失业率会上升 那尤其是对日本来讲 最糟糕是什么 就像我们台湾 几乎没有百年企业很少 但日本有很多百年企业 日本还有什么千年企业 可能问题是 今年没想到是日本的百年老店 破产最多的一个年份 你看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中国日本的百年企业 破产高达95% 年增95% 创了这个新高 而且不只是这种百年老店 它可能走过明治时代 走过二次大战 走过这个2008的金融 好像网络破产都没有倒 就这次倒了 所以可见日本的经济来说 不见得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另外还有 上半年还有5000家的 这个僵尸企业面临到破产 就是过去它可能是一直撑着 一直撑着 为什么也会一直撑着 因为我们就讲 日本政府会给你补贴嘛 比如说像在这个COVID-19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些补助 或者说我给了一些出口的补贴 补助这些 所以倒 虽然说你该倒 但是没有倒 就被人家撑不住 它连在这个上半年的时候 有5000家僵尸企业 都因此而倒闭的一个状况 那你想说 哪有日本 然后什么僵尸企业 我们就跟他讲 一家僵尸企业的代表 僵尸企业的代表就是夏浦 我问夏浦 你不是说 他现在不是这个郭董 他们红海集团的吗 可是问题是 我跟大家讲 夏浦这家公司来说 它其实从2008年 就一直亏损了 那2008年一直亏损了 其实当时的政府 不愿意让它倒 而且那当时的银行业 也不想让它倒 所以等于是银行业跟政府 围细着它去 它就是个僵尸企业 其实它该倒 但是没有办法倒 终于到了2016年的时候 它收不了了 银行也收不了了 决定放手 决定放手之后 后来才会被红海收购 所以才会变成是说 目前为止的这个 红海集团下面的夏浦 公司来源就是来自这个地方 所以你不要说 日本真的是不会放手 让它倒 只是说因为 因为过去段时间 我能让你撑着 但是撑着撑太久的时候 我知道没办法救 就把我放手让你倒 那现在日本显然 上半年已经有5000多家 所以显见 日本政府目前的态度 说要倒就让你倒 那从那边看到什么 从那边看到说 日本的这个经济的 这个困境就是 日元贬值 显然对他们造成 非常大的压力 那这也是为什么 最近会有日元说要 升息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到 就是今天我们收到 最惊悚的画面 这个在哪里 工厂吗 这个是哪里的工厂 不 你再看一次 恐怖的殉壮云 观众朋友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 林波港 从近距离爆炸的画面 远距离拉开 那个火光你越看越害怕 发生了什么事了 这不是工厂 这是在一艘巨型的货轮上面 这艘货轮 我们刚刚理解到的最新状况 它是从上海开出港 目的地是中东 中间中庭 靠到了这个宁波 才刚刚进来而已 怎么会今天一爆 到底船上什么东西引爆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画面看起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这个货轮它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宁波的北轮港 原本已经靠岸了 突然之间在下午 1点51分的时候 突然之间炸了一声 炸下去之后呢 这画面是后面去掉的 这是更远的地方 炸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像一个东西 整个火球上去之后呢 出现一朵迅状云 大家想到这到底面什么东西啊 好 回头去看 你这个货柜里面 集装箱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过氧化剂 好 过氧化剂是什么东西 简单来讲 你家里在用的清洁剂 很多里面都有过氧化剂 所以如果极枪霜 它的报价 它的申报没错的话 那就是过氧化剂 可是过氧化剂 有分它不同的浓度 火箭的燃料 有一部分也是过氧化剂 所以它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是忘了插插头 你在运送过氧化剂的过程当中 你要把温度控制在低温 不然你没有插插头的话 你就没有冷却 没有冷却的话 最近这个天气受得了吗 一直晒一直晒一直晒 那过氧化剂 因为它会有一种吸氧 然后一直能量释放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炸出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像不像是灰飞烟灭的一个核子弹 讲到了一个重点了 是不是因为太高温 极端天气下的高温曝晒 造成的结果不然你退一万步想 这个从上海开往 这个中东的航班 一定是定期的航班 过氧化剂 再有什么样的危险 应该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这么专业的一个长途运输 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是极端天气下意外插枪走火吗 第二个我要问的是 居然传出 这是我们台湾的 阳明海运的船啊 对 其实我们刚才就问了阳明海运 阳明海运一直说 它在开会没办法 问题是这个监视器画面有没有 上面就写阳明 上面是冻明轮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有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阳明海运经过一整年的拼搏 去年很辛苦 今年第一季好不容易怎么样 转亏为盈 你第一季好不容易开始赚钱 转亏为盈 可是来讲的话 这个状况来讲 你炸下去的话 第一个 如果你真的是过氧化剂 你为什么你集装箱 你会出现这个状况 第二个如果这样的话 以后审查是不是更严格 会不会有这些 一些合约上面的更改 对阳明来讲 你好不容易赚的钱 会不会又因此而开始 出现往下走的情形 真的是因为极端天气的异常高温 导致今天恐怖的 爆炸迅撞云的现场吗 说到极端天气 炙热的八月应该很热吧 居然在新疆 飘出了恐怖的八月雪啊 对 大家可以看到乌鲁木齐 以前大家都知道乌鲁木齐 是什么地方 可是你有想过 乌鲁木齐有一天会下雪吗 你有想到有一天 乌鲁木齐会有一个暴雪的预警吗 你可以过去下面来看的话 你这样白矮矮的一面 你过去来讲 你会觉得说这里是哪里 北海道嘛 对不对 结果不是 这里是新疆的乌鲁木齐 当被白雪覆盖之后 你不要觉得这个很漂亮 其实这对深海来讲 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另外来讲在杭州 杭州的车站呢 现在来说的话 你冷气怎么吹都吹不动 为什么 因为你的整个气候是闷的 是罩住一个热穹顶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呢 当你这个时候 你只能用物理的方式 对付物理 天气太热 我们小时候会怎么样 偷偷打开冰箱含冰块 这个直接把你一颗 一颗 一颗大的冰块 搬出来 然后就放在这个 层车区的脚底下面 告诉大家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 用物理的方式 看能不能降低一度两度 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惊险的所在 你看 冷就冷到了 炙烧八月 居然下大雪 然后在杭州这个地方 空调没有办法 把温度降下来 你得搬出大冰块 这么一来一回 温差就超过了40度 这么热的地方 在上海 居然出现了这么诡异的一幕 这是在干嘛 现在来讲的话 过去来说 很多人会去贴三幅贴 就是说你在三幅贴的时候 贴这个中药的话 你就可以降低你的过敏 然后最近还讲说 这个东西不要再贴了 你直接去赛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特别 不只是阿伯 阿桑 连一些妙龄女子 他都直接把后背给拉起来 然后很多人却说 这样子不好看 有碍观瞻 不行 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就是因为要把 身体里面的湿气 给赛出去 所以一个一个都变成 撩起上衣的赛背组 但是看起来真的 这画面非常非常的奇怪 很难解释 不过稍微阿Q一点想 怎么办呢 老天爷要热你也没有办法 只好用你的热 来除我的湿气 东北 东北是中国最重要的粮仓 这个粮仓 淹到现在 你看这个画面 水还没退 对 东北到目前为止 你不要以为这是资料带 因为我们从上上 上礼拜开始讲之后 每天都有新的进展 你从高宫往下去开 这个东北 这个泡车 你可以看到没有 有小哥已经 把这些海水上的工具拿出来用了 现在东北就已经 已经是整个都是变成这个淹水的一个状况 但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呢 你现在要出门 你要怎么出门 你要用插车 这东西的车子 在这个车子你看 你以为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上班 你以前上班叫的是什么 滴滴打车 台湾叫Uber 现在来讲叫插车 这个车车呢 原本是推土的 直接站上去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免费的 他充钱吗 一个人50块人民币啊 50块人民币是折合台币 200多块 这大发灾难财 但是你不要以为说 你这样还可以跟他喊价 因为一个插车 上面算过最多6个人 就是6个人 你来晚了还坐不到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在东北你要出门 你要出行 就是坐插车 另外来讲 辽宁暴雨 而且它的暴雨 你看那个画面 是非常非常恐慌的 上一秒大家还要 穿着旧身衣 然后很高兴呢 一个一个像下饺子一样 要干嘛 要去玩这个橡皮艇 结果没想到暴雨炸起来之后呢 赶快一个一个要把它拉回来 这画面呢 非常非常的紧急 非常非常的错乱 如果你上一秒 还在玩这个橡皮艇 如果你下一秒没有拉起来的话 当你水炸下去之后呢 你可能就跟着洪水 一起冲到下游去了 暴雨变逃难 同样几乎一模一样的惊险 发生在山东啊 山东的话这个泰山呢 泰山的景区呢 有很多人去玩 你看看这个画面 可是这些都是吓到 还没到登顶的时候 赶快穿着雨一个一个跑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在这个地方呢 上一秒都还是白天 上一秒都还有太阳 结果一瞬间呢 走到一半呢 竟然就开始出现暴雨 而这暴雨呢 30分钟之内就变成这样子 阶梯变瀑布了 这种情况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你描述的是一个变换速度快 快到可以有多快 对 30秒让你白天变黑夜 在西安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它是一路拍拍拍拍 一开始大家用行车就觉得 天啊 我们再看一次喔 导播我们再看一次喔 原本上一秒是白天 结果呢 走着走着走着 其实这不到30秒 5秒6秒 就整个变成黑夜了 然后变成黑夜之后呢 你以为说天啊 是要准备下雨了吗 其实过没有多久 马上就开始电光火星 就开始打雷暴雨了 他说这个画面来讲的话 不用去好莱坞 不用做特效 你用行车记录器 你就可以拍到 那这种强降流 你不要觉得说 哇这个好像是好莱坞的电影 看起来很壮观 这种打完雷下完雨之后呢 马上热对流下去 恐怕就会暴雨成灾 那西安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有没有看到 讲完马上就变成暴雨了 而这暴雨呢 是让地下室让一楼全部都淹掉了 淹掉我们可以看一个画面 他连那个插座有没有 连水都整个冲出来冲出来 你也想说天哪 这个东西下去之后呢 你整个城市你要退水 你要让这些水流出去 大概没有一个礼拜 也要三五天的时间 全世界都在关注 中东是不是要开战了 我告诉大家 气象大战先开打了 居然我们以为讲到中东 讲到沙烏地阿拉伯 我们想到的是什么 沙漠 想到是骆驼 结果沙漠变洪灾处处的 灾变现场 而骆驼呢 骆驼被洪水困住了 寸步难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 这个地方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可以说是他们那些 附近那些阿拉伯国家里面 算是基础建设最好的 基础建设最好的国家 你怎么会设计一个高速公路直接崩塌 因为他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他们靠的是什么 抗的是这些沙尘暴 他觉得说他面对的是极端的热 然后极端的干 可是没有想到你做完之后 你最近开始下暴雨 开始下暴雨之后 你下面的机装被冲掉之后 你上面压重力一下来就整个崩掉 崩掉之后呢 最让人家难过的是 刚好有车辆经过 就是刚刚好 你知道吗 他前后都没有断 到那边就下去 下去之后呢 驾驶当场死亡 那这种状况来讲的话 这个是在城市 另外比较远的地方 你看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骆驼那个时候 以前都是干嘛 以前都是驼东西 然后呢在这个沙漠里面走的 他可能这个骆驼 这个骆驼群 你看那边 外头转动的是骆驼群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 要来逃洪水的灾难 然后呢 看到他们这些真的很不忍 这些动物 你也没有地方可以跑 因为水是慢慢慢慢变高的 所以到最后这些骆驼呢 是被洪水吹着走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 骆驼被冲走 这个画面更惊险 这是一个开着卡车的一个司机 这卡车你看到 他已经知道说水来了 爬到上 从车窗爬出来 想要爬到车顶上面去避难 结果水一波一波 就被冲走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这些雨来得非常的快又急 然后呢 你来不及跳车 来不及逃的话 你一次就是被冲走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还可以看一下它的基础建设 阿拉伯的暴雨冲毁的路基 你看一下这些不是豆腐渣工程 他们这些东西都做得非常扎实 但是连日的暴雨之后呢 你不要说薄油路 你现在看过去之后呢 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样 什么东西都消失 什么东西都不见了 今天奥运两个焦点 第一个焦点 后天的女子拳棋 我们帮玉婷来集气 第二面金牌要到手了吗 另外一个叫在你画面当中看到的 林洋佩创建录抢下 第二面的奥运金牌 公言逗登啊 为什么女友十元去接机 到今天都多久了 还在吵 你太高调了 你去趁热度 我要你怎么看 好 俊大哥还有 华尔新闻的观众朋友 今天跟大家讲 网路暴零千万不要 你们怎么把人霸零呢 来 我们先讲一个人 这个人是礼拜天 请注意哦 我们今天礼拜五对不对 礼拜天的清晨三点半 你如果还没睡 你还是睡不着 你还是比较早就要 开电视 看奥运转播 女子拳击帮林玉婷加油 帮玉婷加油 那这次已经金牌战了 打赢就金牌 打输也有银牌 他的对手是个波兰的选手 我说实在的 我真的不认识他 但这个波兰选手 现在我认识了 因为他po在一个 他的社群网站上面 连续三张图 后面有图说 没人看我波兰文嘛 我看不有人看我啦 教练跟他讲说 礼拜六要比赛了 他说跟他讲 有两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要听哪一个 他说先听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说 礼拜六金牌战 所以你可以休息个两三天 对不对 因为他礼拜三打的嘛 好 再来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说 现在只剩一个女生 在争夺金牌了 你在讲什么 关亚军啊 有玉婷跟你啊 所以他这样讲完以后 他就可能是骂了一个字 就是看这样子 他就讲 只剩我一个 讲什么东西啊 所以他po这个文 我们现在当然很气愤嘛 那观众朋友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现在动没调 就要去出征 还有包含上一次的 我是觉得啦 林玉婷他从头到尾 他努力的练琪 他也没有羞辱 他的对手 没有 他赢的对手 还跟对手的 这个选手教练裁判 都质疑 对不对 所以林玉婷是这样做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支持他嘛 对 所以你看哦 这一位波兰的选手 他这样子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 林玉婷的心情啊 他直接在开赛前 就嘲讽你嘛 你根本就是 对不对 不是女生 是男生 那如果影响到 林玉婷的心情的话 场上表现就很难说了 可是上一场 四强战的时候 林玉婷没有受影响 对 那比赛过程都OK 这是起义波兰选手 那土耳其的呢 上次土耳其 刚刚找过有放画面 比了一个差对不对 对 他比完了 我就问啊 如果你真觉得有问题 国际奥会不是告诉你 没问题的吗 我今天在这边 没有办法花半个小时 跟大家讲 我有多气愤 那简单讲就是 国际奥会 他的稿固同诉 验出来林玉婷是 合格 而且合规 而且有资格比赛得百的选手 国际奥会的发言人 是不是这样告诉你 没错 那国际的这个权总 IBA讲说 我们测出来 他的生化反应异常 请你告诉我 哪里异常 因为还有另外一位 阿尔基迦的选手 所以这个土耳其的选手 他最后在赛后 比叉这个动作 他的IG直接被很多 可能我们台湾的 观众朋友或怎么样 去把他灌爆 他把他删掉了 他就直接把那个文章给删掉了 现在IG也先关起来了 不管这个之前的 土耳其的选手四强 或者是礼拜天凌晨的 这个波兰选手 金牌战 说实在的 林玉婷 用实力赢过他就好了 我们不用去跟他 怎么打算一下 不用管他们 这次带头性别霸凌的 国际权总 比我们想的 还要恶劣 所以俊阳哥你就知道了 国际权总还在用 1999年之前的方式 用目测 已经没有人这样做了 而且他也没有用 搞固酮素才是唯一的标准 因为搞固酮素会 影响一个人 他的体能跟肌肉表现 如果一个男生的 搞固酮素非常低的话 他也甚至可能打不过女孩子 所以很简单 这样观众朋友 我们都听清楚了 所以现在国际 教会用的标准 美育庭是合格合规的 法国的选手也告诉你 IBA的状况真的不一样 我们就应该对IBA 有所抗议 但是我们讲 循正常管道抗议 你不要随便网路霸离 刚刚几个波兰跟土耳其 我也说不要 台湾更不要 王岐霖他回到台湾以后 他女朋友来接机 他先前也有放照片放闪 我就问了 我现在不太理解 我也不知道是谁 确实也看到很多网友在酸 那这些网友 真的我不知道你是谁 可以了 够了 不要再来了 他就讲说第一个 你为什么要这么高调 接机就接机 为什么还要手牵手 然后他先前面手来手去 第二个 你为什么可以进到 这个管制区 这个是最大的争议的所在 这争议点所在 那奥会人去接的 所有工作人员也进去 所以其实奥会人就知道 他们知道王岐霖来以后 也应选手跟家人的要求 帮他办了 特别进到里面去 这有什么好美 所以过程当中包含了 王岐霖对他的这些疼喜 这不要讲 王岐霖回台湾到底没有睡觉 每天在海巡 有人讲到女朋友不好 他就上去留言 所以很清楚了 如果你对李洋跟王岐霖 为我们台湾拿到金牌 这件事情的感谢的话 那王岐霖本人的意见是什么 请你们出来帮我骂一下 我女朋友太超过吗 他说请你不要骂我女朋友了 你还在骂 你是你买几点的 石原今天自己出来讲 他说 岐霖下飞机第一个想见到的就是我 他敢说不好意思啦 今天造成 去接隔机造成这么大的争议 不是这个中间 来我来讲 因为其实基本上当你采访的时候 那个区域是机场注定的 因为他还没算入境 但是显然他不是自己偷跑进去的 是整个中华奥会要去接鸡的工作人员 把他一起带进去的 那第二个 因为他也是一个知名的 台湾的公众人物 对不对 所以他也有经纪人 那媒体都要访问他 李斯邦欺霖的女朋友 所以大家访问他 他就约着大家 好说一起来接受访问 你也没 所以重点在这里 我们现在看的是谁 是王岐霖跟李扬 李扬现在不是带女朋友出去玩吗 你也要练下去吗 没有必要 这些选手他们在乎的事情 我们跟他一起在乎就对了 好 今天阳明带我们来看到 今天为什么 十元会推上了火线 人家就拿一个对比 李扬的女朋友 人家就在外面等啊 你为什么这么高调进去 杀光所有底片 那只有你啊 俊翔哥 在那一天他们在机场之前 你知道李扬的女朋友是谁吗 不知道 对嘛 很多人也不知道十元是谁啊 但是十元他再怎么样 他是公众人 而且他们的恋情是公开的 李扬有说他有女朋友 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的女朋友 公开放散 可是这一次 回来他也不忍了 他去日本每天拍照 每天打卡 所以我只能说 终于得到了金牌 俊翔哥 你知道我们中华民国 有多少位选手 拿过奥运金牌吗 我们总共有八面金牌 其中许淑敬两面 林洋沛两面 所以总共只有八个人 拿过奥运金牌 这八个人这么罕见 这么几十年来 只有八位 给他一点点的 我不认为这个叫特权 这个叫殊荣 这是选手希望 他回到台湾 回到他的家乡 第一个看到的是 他最爱的那位女朋友 这有什么过分吗 你看他第一面 那个画面先拥抱 有没有 很想念啊 你要知道一个选手 单身 这个资深在外面征战 在这个有时差 几千公里以外的 这个异国征战的时候 每天可能就是靠视讯 跟女朋友 这个你农我农一下 抒发一下心情 回来抱一下 怎么了吗 我必须讲 给他特权 应该的 而且他不是擅闯 他还有申请 有依照规定申请 就不叫特权 五七暴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篇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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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